下海賺錢去 青年失業你自己去找路 自己去找這個找苦吃 大家還記得 這個是習近平他講的話 找苦吃 那當然呢 也不是完全不救 我們來看現在政策出招 中國現在要救市 他把一些這個投資的成本 融資成本降下來 證券交易的印花稅要減半 還要降低融資保證金的比例 用政策的方式來救市 綜合來看 到底中國現在要怎麼挽救他的一個經濟難題呢 我們來問問嘉隆老師 你看他上面說在金磚峰費要捐100億美元 你知道那個碧桂園 他付出的美元債務的利息 是2,250萬美元 2,250萬美元連一個億都不到 你去拿100億在外面撒 如果你中國政府拿一些美元 貸款給他去付利 對 碧桂園就過了他的難關了 對 所以西方的批評是這樣子嘛 就是你為什麼在國際上大撒錢 對不對 國內的錢不花 好 是這樣 其實在國際上大撒幣 是一帶一路開始 他就推基礎建設投資 因為中國要去取得原物料來源 那很多原物料的話 這個就算有開採出來 也沒有辦法運出運出來 到碼頭到機場 所以他要搞基礎建設投資 那結果實際上他是在花錢買外交 花錢買大國地位 表面上風光 可是產生一個效果 他把那些窮國的胃口養大 他們就懂得要跟中國伸手要錢 要你來投資 要你來給援助 包括什麼 我舉一個例子 阿富汗的塔利班新政府 不就去北京訪問嗎 要援助 要給錢 你不來的話 說不定他在蓋新疆搞你 所以他這種效果 花錢買外交 這種效果會遞檢 一開始很有用 對 但是把這些窮國胃口養大之後 你就變得很麻煩 很自首 對 就是說會效果遞檢 然後而且容易掉入所謂 過度擴張陷阱 就是有歷史學家去研究 從羅馬帝國 中國漢朝以來 大國的沒落 發現一個症狀 叫做過度擴張 over stretch 過度擴張 然後 這個一帶一路 跟這個大撒幣 國際上花錢買外交 就是典型過度擴張 然後美國就不提醒你 讓你去花錢 你去花錢 像這樣 金磚的國際組織 它其實是磚頭 不是金磚 它沒有金這個字 這個磚頭組織的話 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它是原物料國家 像巴西 像南非 像俄羅斯 都是原物料國家 那中國跟印度 是原物料的買方 需求國家 是 第二個他們都是發展中國家 對 那這些國家的話 去跟美國叫板 沒有搞頭 為什麼 因為發展中國家 要落後追趕 要發展 就是要從西方國家 拿到市場 拿到資本 拿到技術等等 所以發展中國家 需要跟以開發國家 聯合起來 合作 才能夠把自己的 經濟資源條件 發揮出來 所以他們不應該 跟以開發國家為敵 去搞對抗 是中共自己要搞對抗 要拉幫結派 所以基本上 他們是利用這個機會 回過頭來跟中國要錢 而不是說 替中國去當前鋒 去跟美國對抗 那個不是解決辦法 那 習近平呢 國內不花錢 不過他有講對一點 就是錢花下去 老百姓不會開支 而是預防性儲蓄 發那個錢沒有用 預防性儲蓄 或存起來 這個沒錯 經濟為什麼 因為經濟前景不好 就業所得有不確定性 他們當然要預防性儲蓄 所以習近平 跟美國人不一樣 美國人拿到錢 真的會花掉 但如果是中國收到錢 應該會存起來 因為情況不妙 對不對 年輕人找不到就業機會等等 房地產危機等等 大家看得到 所以中國的消費者 拿到錢的話 是傾向於保守一點 預防性儲蓄 然後這個問題是 習近平這樣講的話 他退卸責任為什麼 是你把經濟前景 搞得不好 經濟前景好的話 大家趕花錢 然後現在的話 他那個就是 就是那個 條降證券交易的 印花稅這些是這樣子 這就得起今年的上陣 一樣 如果你 就是這個背後是信心危機 這不是缺錢 如果信心前景 就經濟前景看好 有信心的話 你不用這麼搞 大家也會去買 對不對 現在是大家信心危機 你去降交易成本 別人不見得要做交易 投資者不見得要做交易 所以這種效果會有限 就是說 信心不好的情況下 你去做交易上的優惠 一些政策的刺激 對 可能會產生短期效果 但是應該沒有持續性 也就是說 因為長期你要讓大家找回信心 才有用 所以這種反彈的話 如果有反彈的話 典型的逃命波 是喔 因為他這裡不是真正解決 背後的問題 背後的問題 兩個一個經濟前景看壞 第二個信心危機 這兩個如果沒有解決的話 你光是降交易 所以交易成本降低的話 那可能來一些短期反彈 有啊 但是這個都是逃命波 然後接下來的話 經濟前景不看好 習近平又沒有對策的話 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資金外流 資金外流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人民幣貶值 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心理出來的話 更多資金外流 對 那他會衝擊他的外匯儲備 那他去國際上大撒幣的話 這個錢從哪裡來 他最後會自己會吃不消 所以他突然間又說 他有100億美元要捐 他講是這樣講 到時候有沒有拿出來 還是會是個問號 因為他現在外匯儲備很珍貴 他不能說隨便再去浪費 他可以拿100億去保那個 人民幣費率 他為什麼要去大撒幣 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在外面的大撒幣 最後那個錢繞一繞 跑一跑以後 回到那個中國在海外的公司 然後這些公司的話 老闆真正的老闆 是紅二代寬二代 所以這樣子撒幣撒出去 等於是撒回自己人口袋裡 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然就拼命大撒幣 就是貪腐 貪腐在國外 貪到國外去 就是在國外成立公司 然後來接案子 然後過去有一些這樣的案件 國內轉出去的錢 等於到最後透過標案 到中國公司 中國公司的背後 老闆是紅二代寬二代